我拿起死者的右手嗅闻了一下 除了被垫焦的糊味之外 我还闻到一股清洁剂的气味 我抬头看了一眼 死者出现的方位置上 大片玻璃都非常干净 一看就是刚刷过的 任警官意识到我在看什么 点点头说 啊 是的呀 这死者死前一直在拼命地刷玻璃 这一点已经有数名证人证实了 就像上一名死者一样 死前一直在扫马路 黄小桃倒心一口凉气 凶手究竟想传达一些什么呢 我说 先不管他究竟传达的是什么 我只想弄明白 他是怎么强迫死者的 我抬头向上看 在这种环境之下 强迫死者只需要一把剪刀就够了 但眼下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 所以我就没提出来 我问他 有什么线索吗 任警官掰着手指说 在地上找到一个刷玻璃的瓜子 正在提取指纹 天台上面倒是发现了一些脚印 一组是死者的 另一组做过一些处理 看不清鞋底的纹路 应该是凶手的 由于天台风太大 提取不了 也没有提取的价值 监控还在找 这栋鞋子楼年头比较久 由于管理不善和缺少维护 不少监控器都坏了 可能希望也不大 我听了也是有些头大呀 这种做得极干净的案子 是最难侦破的 我问他 那死者身份呢 任警官说 还在查 我挥了挥手 去看看上一具尸体吧 好的 任警官招呼手下门 开始收拾现场 我和黄小桃 去附近咖啡厅待了一会儿 见警车动起来 我们再跟着一起走 任警官在桃园区分局 他带我们来到挺尸房 铁床上 躺着一具男性遗体 用塑料袋照了起来 死者内脏已经被掏走了 我也没什么可言的 只是想看看 能不能从他身上 提取到阳印痕 我叫黄小桃 打起紫外线灯 撑开咽尸伞 散影投射在 死者苍白的皮肤上 转了一圈又一圈 除了一些 性效的擦痕之外 什么也没有找到 黄小桃问 时间太久了吗 我仰灵要头 不是的 是根本没有痕迹 凶手根本就没有碰过死者 黄小桃诧异地说 我记得第一名死者是中毒二死 药物要怎么进入体内啊 口服的 人警官抢先说 我们在胃里找到一些 亚小酸炎 我说 看来这个凶手的嗜好 非常独特呀 喜欢逼迫死者 慢慢走向死亡 不接触的情况之下 危险 我想他至少有一把枪 人警官说 我们可以运用线人网 去查查黑市买过枪的人 我摇头 这查起来太非事了 而且不一定管用 我说 先不着急 凶手的枪可能是假的 我用手指按着脑袋思索 线索实在太少了 要从哪里突破呢 这时候一阵烟味飘了 黄小桃拿手不停地驱散 抱怨说 任聪 你怎么又抽开了 任警官大言不惨地说 我一思考就需要来一个 不然脑瓜就跟袖住了一样 可是我闻着烟受不了 便说想看看死者档案 任警官带我们出来 来到他的办公室 把一张薄薄的纸交给我 死者李坚实 南疆市外语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家境一般 性格内向 在学校里基本是个小透明 平时喜欢读现代诗 有时候自己也搞搞创作 是大家眼中的文艺经验 后面提到李坚实与同学之间的一些小摩擦 小冲突 在我看来都不可能达到杀人动机的程度 况且 这案子现在正在演变成连环杀人 这些鸡毛蒜皮的私人矛盾 可以不考虑了 任警官把一个纸盒子拿过来说 总顾问 这是他宿舍拿过来的一些私人物品 你可以过目一下 我大致查看了一下 都是一些日常用品 里面还有护手油洗面奶之类的 感觉李坚实是个挺细腻的男生 我可从来不用这些 其他的还有一些书 都是那些很文艺 我从来不看的 其中一本空心翅膀被翻得最旧 作者叫余音 我拿起来翻开飞页 上面写着一行潇洒的钢笔字 愿你的十七岁 充满阳光雨露 余音 作者本人签的名爱 黄小桃问道 这个作者很有名吗 我说 不知道 回头查一查吧 我把这些放在一旁 拿起一个笔记本 一翻开 从里面调出一篇银杏页书签 纸上用工程的钢笔字 腾写了一些现代诗名篇 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故城的一代人 我惆怅的苦笑 我对现代诗真的是 黄小桃跟着笑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太文艺的东西 还好我也不喜欢 任警官好奇地看着我们 问道 你们是不是真的在处对象啊 黄小桃哼了一声 要你管 大烟鬼 任警官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 我这不是关心当年的师妹吗 切 关心 明天 你们整个分局都知道了 我只想说 无可奉告 好好好 当我没问 说完 任警官又点上一只影 我对这人抽烟的频率是简直无语了 黄小桃说 他一天三保眼 女朋友也是因为嫌他抽烟太凶分手的 每个人都对他说抽烟的危害 他就很坦然地说 我已经将生命奉献给公安事业 说不定哪天就殉职了 还怕得癌症吗 说实话 抛开抽烟这一点 任警官真的是一位人民豪警察 死者的遗物 已经让我对李坚实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这是一个内向 文艺 阳光 心思细腻的大男孩 然而他死的时候 却是另一种形象 穿着宽大 破旧的清洁工制服 手里握着竹扫帚 口吐白沫 毫无文艺与美感可言 我感觉凶手要传递出的信息有两层 一层是对死者这样的人表示看不惯 另一层是某种警示意 仿佛在说 劳动远比无病身淫伟大得多 这种心怀崇高理想 有着精神洁癖的罪犯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种杀人放火 刀扣天写的人危险 其实恰恰相反 前者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情 并且会坚定地贯彻他 后者清楚自己是个过街老鼠 反而会比较小心谨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扭曲的正义感 才是更加恐怖的东西 想到这里 我不禁感到一阵头疼 真是变态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呀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